顶零后 炒股的第八天 忠心挣钱 你妈的 把钱还老子 老子不玩了 未成年我是能不能退款 这个统华顺州软件未成年 在西安能拿个六千的工资 真的算不错的了 因为我的底薪就是两千五 能拿六千是完全靠自己努力 说实话 西安是一个一线城市吧 但是三线的工资 工资真的太低了 而且是高消费 现在物价房价 孩子的教育资金都挺贵的 但是像我们底层人民 一个拿个三千到五千 就能维持个基本的生活水平 想要拿到更多的工资 更多的收入 真的是挺难挺难的 况且我也不是 月月能拿个六千 或者六千以上 就是这个月卖得好了 我才能拿到 后半年可能 就是说拿六千的概率能高一点 估计当年过完 淡季的时候 一个月拿两千五 都是常态了 所以说年均下来 月均的话 估计也就是个四千左右吧 所以说底层人民 这些收入呢 都是被规划好的 定制好的 你只能拿那么多 你只能吃不饱 饿不死 十月份的餐饮淡季 但已经形容不了这个市场了 得用一个惨字来形容 那简直是惨不忍 这边餐饮的淡季不分地区 不分品类 没有个例 已经蔓延到全国了 有些餐饮店 守了一天的店 既然能嘎不过 一个客人都没有 这也就是我之前所说的 餐饮超长 大淡季 艰难的餐饮人 今年的这个严冬 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加严峻 只有那10%的店在盈利 20%的店在想办法保本 剩下那70%的店 都是在亏损 连锁品牌在亏损 个人品牌也在亏损 难道是真的没人去吃饭了吗 人到底都去哪了 甚至你都能感受到 街道的空道和街道的凄凉 当然肯定会有人吃饭 但是现在消费者的体量 都在大幅度的下降 一个暑假再加两个节日 都把钱花得差不多了 北方的取卵费又该交了 还剩三个月又要到过年了 就算手里有钱 也不敢大肆的消费 再加上这两年的消费 严重降级 你会发现 10元就能吃饱的盒饭 越来越火爆了 随着市场的变化 好多低客单价的自主餐 服装人集体彻底躺平了 曾经那眼巴巴 盼着降温的镜头 消失得无影无踪 您瞧瞧海宁 杭州 广州 深圳的那些批发市场 那叫一个冷清 人影都稀奇拉拉的 大伙原本盼着冬天 能让生意起死回生 可这天是冷了 服装人的激情与信心 却凉凉了 甭管降不降温 拿货的心思是一点没有 就抱着能卖多少 是多少的态度 整个行业就好像 掉进了冰窖里 人人都无奈的要哭 究竟是为啥子哟 是市场变得比翻书还快 还是有其他啥子原因 服装人的未来 究竟该咋个走法哟 评论区聊聊 LV在中国卖不动了 可以理解是消费降级 但山姆倒是越来越火爆 又是咋回事呢 财报显示 LV集团第三季度 收入同比下跌4.4% 是近三年来最差表现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市场 实现有机收入大跌12% 是唯一录得下跌的市场 可以说中国消费者 对高端消费品的需求 似乎没有以前强烈了 尽管需求还在 但数据显示 45%的中国高端消费品 消费均发生在海外 尤其是日本 而作为中产的收割机 山姆在全国 已经开出49家门店 付费会员更是超过500万 一年仅收会费 就能入账1.3个亿 在消费降级的当下 山姆去年的营业额 高达800亿 在人人都喊穷的时代 很多人都会怀疑 难道穷的是我自己 相信大家都知道 恩格尔系数吧 就是食品支出总额 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在过去几十年 恩格尔系数都是不断下降的 代表居民的生活质量 越来越好 然而19年 特别是疫情后 这个值突然上升 且随后几年 并未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23年比19年 高出1.7% 这就体现了 大家把钱都花在了吃上 也反映的是 人们对非必要消费欲望的减弱 现在存钱实在太难了 你看一杯锥醒11块5 一瓶粮盛的可乐5块9 汉堡王的爽餐汉堡呢 一个9块9 一爽免朵鞋呢 7块9毛9 这些感觉都挺便宜 可这些不是天天埋呀 去市场买两根总6块 三根花果9块 四个醒空日差不多10块 每天小号的东西 都给你涨上去了 你说省着话 算点钱 怎么省呢 我可以不喝锐醒 不喝可乐 不吃汉堡 不去饭馆 这些都行 可我每天不能不做饭吧 你说怎么省着呢 投了400多万 在北京的中关村 加盟了一家火锅店 狗哥只出了几万块 就可以收走了 位置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招牌的展示面也是足够大 只是今年的火锅 实在是太泛滥了 走到北京的任何一个角落 打开手机 都能找到几十家火锅店 可以选择 仅今年7月 一个月的时间 狗哥就回收了42家火锅店 即便是这样 也依然挡不住餐饮老板 对火锅的热情 刚过完十二夜 狗哥仓库 火锅店的设备 全部都清空了 别看火锅关的多 开的更多 相信这个冬天 火锅依然是 最卷的一个行业 狗哥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那些投了几百万 开火锅店的人 最后只卖个几万块 你们的心里真的不痛吗 成都光环购物公园 这是地铁入口 这个也是今年6月份 刚刚开的项目 总体量好像是 11万方的购物中心 没有重庆光环那个大 地下的超市是河马先生 然后很常规的配了很多小餐饮 个人感觉整体的招商上面啊 是不如重庆光环的 去的时候是周日 人流量也普普通通 我感觉室内空间不够大 部分区域显得略微举促了一点 这边是楼上餐饮层啊 去的时候是周日晚上 感觉人流量也不够 注意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8月份 城镇失业率统计数据 18到24岁 有劳动能力的 可以正常呼吸的 你们的失业率高达18.8% 当然 在农村的不算失业 自己辞职的不算失业 上学的更不算失业 1179万应届毕业生 已经进入劳动市场 就业率高不高我不知道 失业率肯定越来越高 赚钱越来越难 不够 做主播还是有赚头的 所以啊 10月以后 主播这个行业会硬火 北京一线城市 已经冷清到这种地步了吗 在北京开了8年 全年无休的便利店 国际后的生意 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北地 我现在经营的这个便利店 是5年前花38万涨浪过来的 位置在北京一个 还算比较大的小区门口 为了节约成本 店里只有我和父亲两个人 人留守在店里 1天167个小时 平时老爸一般7点半就开门营业 在两天老爸回老家 哪怕我昨天晚上熟店到12点 到家收拾收拾 1点才能睡 今天早上依然坚持在7点半左右开门 走到8点多 才有两个顾客来买了两包8块钱的口粮 过节之前生意还算收得过去 那会我早上每天8点多 给老爸送早餐之前 运气好的话 营业额能到3、4百 从你来讲 勉勉强强还能说得过去 没想到从10月2号开始 一天还是收店16、7个小时 但挣的都不够一天的成本 简直不敢相信 北京的人都到哪里去了 昨天有个顾客是经常来店里买口粮的 他的工作是跑外卖 拿着行李就说 在北京混不下去 要回老家了 他一个普通的打工主 一个月工资6000多 减去房租、水店、生活开销 就所剩无几 再加上现在北京跑外卖的 满大街都是 都在一个狼窝里炒肉吃 每天为了能多赚点 跑到凌晨一两点都不舍得下班 一年下来也剩不了几个钱回家 他家人就叫他回老家发展 普通人真的在北京混不下去了吗 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又没有文化 除了自己能做点小生意 还有什么工作是我能做的呢 想换个地方发展吧 又没有本钱 根本就不敢动 回老家吧 还怕被人笑话 这大城市混不下去 像现在这种环境 真的不知道要何去何从了 家人们 你们现在的状态是迷茫还是坚定的呢 今天星期一啊 我们看一下广州攀鱼 与天河城的这个华为手机店里面的一个状况 大家视频前方可以看到 这个华为手机店里面好像没有什么户客 因为今天是星期一 所以说可能出来逛街的人没有那么多 所以是我拍一个广州天河城的一个华为手机店 那个现状给大家看一下 包括视频前方大家也能看到 隔壁就是三星的一个手机店 还有OPPO 大家都能看到 前面还有vivo 手机店里面的人都不是很多 前几天呢 我在广州天河那边的苹果手机旗舰店 拍了个视频给大家看了一下 大家都说我是苹果的拖 今天呢 我拍一下其他品牌的一个手机店的现状 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说拍一个现状给大家看一下了 并不是说是哪个手机品牌的拖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手机店里面的 顾客的确是没有多少 说实话呢 我今天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经过这边的一个天河城摆货 我特地问了一下下面的那个 呃 主客服啊 他们说这个华为手机在四楼 原本呢 我上来之前 我以为了这个华为手机店里面的人会非常的多 但是目前现状来看了里面的顾客 大概就两三个吧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特别是最近这个华为手机 今年出了一个折叠手机 包括三折的这个手机的价格也是不菲 所以说现在很多消费者呢 对于 呃 华为手机的忠实粉丝也好 或者是苹果手机的一些忠实粉丝也好 特别关注 所以说大家看一下 现在华为手机店的一个现状 上次我拍苹果手机店的一个现状的时候的人的确是很多啊 呃 那一天呢也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 也不是周末啊 所以说呢 相比之下呢 感觉苹果手机店里面的人的确是多很多 呃 不知道你们看到现在这一个现状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一下 谢谢